好 OK 可以了 你好 您现在是年满18周岁了吗 我未满18周岁 未满18周岁 又问不下去了吗 不是不是 满了满了满了 是吧 好的好的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是在家摆烂 在家摆烂 摆烂 那就富二代 就不用工作的 不是 家里有矿 您是单身吗 我现在是单身 可以帮我找对象吗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 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 好的好的 你喜欢小巴还是老司机 都喜欢 都喜欢 就选一个呢 老司机吧 老司机 好的 你喜欢成熟一点的男士 还是比较小鲜肉那种 小鲜肉 小鲜肉 女人需要男人 男人也需要女人 你认同这句话吗 认同啊 男人的什么行为 会让你瞬间觉得这个男人很low 不爱干净 不爱干净 然后私生活混乱 好的 你能接受的另一半 最大比你大多少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 哈哈哈哈 最小呢 最小比你小多少 呃 呃 得成年 得成年 对对对对 你这块都 十八到八十 哈哈哈哈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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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受众群体比较广 对对对 嗯 异性如果说想要认识你的话 你比较倾向于哪种方式 就比如说街头搭讪 还有那个社交APP 还有朋友介绍 呃 搭讪啊 社交APP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嗯 然后就是可能朋友介绍都可以 就搭讪和朋友介绍是吧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呃 你有没有被搭讪过 当然 呃 你这辈子 不是不是这种搭讪 就说要跟你谈恋爱的那种搭讪 有有有 那你这辈子总共有被搭讪过多少次 那肯定是呃 可能数不过来了 数不过来 呃 我给你给个选项啊 就是说 0到14 10到100 100到1000 10到100 10到100 那也不多啊 嗯 呃 成年以后你经历的最长的空窗期是多久 好 一年 好的 一个刚认识你一天就想给你发生一点什么的男人 还有一个跟你认识了三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男人 你选哪个 三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生的 好的 还是看感觉吧我觉得 好的好的 呃 假如说有这样一个人啊 呃 一个人呢就在美国开出租呃 开网约车 他月录八千美金 还有一个人呢在中国就是搞艺术的 然后月录呢三千人民币 你选哪个 美国 美国那个是吧 看网约车 好的好的 呃 你觉得一个男人的穿衣打扮和外在形象重要吗 重要很重要 如果你给眼前的这个男人打分的话 一到时候你会打几分 就我 8分 8分 就是不要客套 就真实的喜好 8分 8分 呃 在约会当中你会给另一半花钱吗 会啊当然会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你觉得在日常的饮食中食材重要 还是烹饪的手法重要 食材重要 食材重要 谢谢